即功和佛慈训信念下手 命运改变 功就是为大众服务 刻苦耐劳把事情做好 得救世界者为大众服务 这件事把自己修炼的没有火器 改变命运很简单不是靠别人 也不是靠算命的或是庙去改运 而是靠自己空心念去下手 自然命运就会改变 修道不是谈条件 但是因果循环永远不会改变 有付出方法正确 自然就会有收获的一天 如果你的奉献是有条件的话 你的奉献就不自然了 你的奉献就有限了 只有奉献没有条件 只有付出没有占有 只有感恩没有埋怨 只有牺牲没有自我 要知道量大幅才大 一个人的量有多大幅就有多大 徒儿们什么是真快乐 是帮助众生登彼岸对吗 对 众望开心了却烦恼 这才是我们的愿 离了苦海真正解脱 这才是我们的希望 因此 因此今天无论为师或徒儿们 接抱着同样的信念对吗 对 那么我们要如何真正帮助众生呢 要如何真正为众生做一些事呢 而不是为自己 而不是为自己的虚荣心 今天有天心才会感动老天的帮助 今天办大道不是一个人的力量 而是上下一心同心同德 你们才能感动老天的帮助 感动后学真正走上修半岛的路 没了自己那就是天了 我想看了 所以我们要在诱咯 我们要在诱咯 我们要呈え